好的 現在透過船上乘客所拍攝的畫面 可以看到大家都穿上 橘灰相間的救生衣 即在船頭準備下船避難 從部分乘客的穿著打扮 也能感受到當時的氣溫是相當寒冷 而且船上還一度發生停電的狀況 根據外電報導 這艘渡輪是往返紐約曼哈頓和石坦頓島之間 結果在當地時間週四下午四點 引擎是發生火災 儘管船公司很快通報警方船長 也立刻將船隻開回石坦頓島的聖喬治燉輪碼頭 不過這起意外還是造成五人受傷 其中還有三人需要住院治療 到底當時船上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來聽聽船上乘客的訪問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這艘渡輪上頭載有868名乘客 另外還有16名船員 整個疏散過程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左右 紐約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船上火勢已經撲滅 渡輪也暫時停泊在紐澤西州的港口 準備接受調查 以上是最新情況主播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